天天们,第六周常规赛结束之后,P2首个季后赛模式要来了,大家期待吗?季后赛到底怎么的? 小P1就发现,季后赛够四轮,每轮两天。 常规赛总计分前15的战队先打第一轮,并且只出现一支战队,就问你刺不刺激。 第二轮常规赛16名在替补参赛,出现两支战队。 然后常规赛第17,18名替补参加第三轮比赛,出现三支战队。 到了最后一轮,常规赛排名19,20,21名的战队再继续替补参赛,决出最后的9支总决赛队伍。 千万事物之总决赛战队就正式集结完毕了。 看到这里,相信各位铁铁们已经明白了,常规赛排名其实并不决定总决赛名额,那么常规赛积分还有用吗? 常规赛积分靠前,即使季后赛前几轮成绩不理想,依然可以通过后面的比赛拿到总决赛名票,相当于有了复活机会。 而排名卡后的队伍就没有那么多比赛场次来试错了,冲击总决赛的压力也会越大。 而且晋级的事物之总决赛队伍会根据晋级先后次序赋予固定积分带入总决赛。 机后在第一名有20分带入总决,直接比别的战队多吃一击,这个实在太诱人了。 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在即将到来的季后赛,排名卡后的战队依然还有机会实现逆袭,冲进总决赛。 必要首个机后大拇指究竟会诞生怎样的名场面,4月28日和小平一起观赛吧。